好日前今晚发生有暴力讨债集团声称找不到债务员 于是改为恐吓债务员的祖父母 当下嚣张的咋人家的屋子 还把手榴弹造型的烟火丢入住宅客厅 吓得人家八十几岁的老阿嬷差点昏倒 经过检警的查庆在十七号晚间将九个人 依照恐吓取材组织犯罪等罪嫌一送正办 一名穿着全黑的男子原本蹲在白色轿车的车尾 这时站了起来走向住家 右手拿着一只高尔夫球棒 两名男子尾随在后站在门口 似乎在为打头战的男子把风 事情发生在基隆一处名宅 根据警方调查 以36岁何姓男子为首的暴力讨债集团 声称被害人积欠巨额的债务小沉逆击 以此为由多次骚扰被害人的祖父母 曾经持棍棒武器砸机车和门窗家具 甚至将手榴弹造型的烟火丢入住宅 恐吓两位八十几岁的老人家 也曾派人围堵被害人的母亲 经过检察官侦办 在17号的晚间将9个人带回了派出所 其中有3个人未成年 以何姓犯嫌为首的暴力讨债集团 那征讯后依触犯恐吓取材 妨碍自由毁损 还有组织犯罪条例等罪嫌 移送基隆地点署侦办 暴力讨债集团的首脑何姓男子否认涉案 其他人则坦承有毁损民宅 但表示没有点燃烟火 只是想吓下马威 让被害人赶紧出来还钱 而这回成功查期暴力讨债集团 警方也再次强调 将不以余力的维护治安 持续扫荡黑道帮派 记者王一婷黄玉杰基隆报道 本集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